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郎佳慧 在中国纵横八方的铁路网上 有一辆特别的机车正在奔驰前行 那这辆机车呢就是毛泽东号机车 也是中国唯一一辆以领袖名字命名的机车 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毛泽东号所使用的第六台机车 那这台机车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咱们毛泽东号的第十三任司机长 这台机车呢就是我们现役使用的和谐电3D1893号电力机车 它的最大功率是7200千万 最高运行时速呢是160公里每小时 现在担当着由北京西站开往长沙站间的直一 直二次旅客列车签业任务 好 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司机的驾驶室 左边呢是司机驾驶位 右边呢是副司机驾驶位 那刚才听司机长介绍了这么多呢 我也是月月欲试摩拳擦掌了 那司机长能不能教教我 咱们这个车到底怎么开 我也特别想坐在这儿感受一下 一坐在这儿就感觉有这个重压在一间了 坐在这儿要坐的笔直 目视前方 左手呢钻着我们的制动系统 如果前方发现有危险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右手呢要红着我们的这个司空器 就是机车的加速手柄 这是向前按下去往前推 往前推 走这就冲动了 您这一下您知道跑了多少吗 跑多少 您这一下就是八十公里的速度 哎呦我的天 每到八十是吧 这手里真是美数 会发生轰轮的 哦 那赶紧赶紧回来一点 它这个当中有非常细小的这个齿轮 它在往前推进的时候 很容易一下子就往前推了很多 需要司机在长期的这个实践当中 包括在前期咱们这个培训当中 肯定是要保持咱们这个手感 脚下呢有三个开关 中间的那个开关呢 我们叫无人警惕装置 需要火车司机一分钟踩一次 如果不踩呢 监控器会提示报警 我在这儿坐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觉得这个对司机的体能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首先得一直这样笔直坐着 目视前方 另外呢这个手呢 需要一直是握着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器 手是需要一直这样架着的 所以它对这个手臂的力量有非常高的要求 它与我们现在的动车高铁有所不同 因为它现在没有实现全部自动化 您比如说像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三块屏幕吧 左边显示的是车辆的制动系统 中间这块屏呢是监控显示 俗称我们机车的黑匣子 右边这块屏幕呢就相当于机车的大脑 包括它的油温水温 还有电流电量多少都能在这块屏幕显示 现在呢我来到了毛泽东号机车的展示 在这里呢陈列了毛泽东号 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的模型 这台蒸汽机车是由我们丰台几乎段 检修工人按照与原车1比8比例制造而成的 这台蒸汽机车呢使了30年 安全走行的301万公里 这台和谐电三B型1893号电力机车呢 就是毛泽东号进行的第四次唤醒 这台电力机车呢它的最大功率是9600千瓦 是当时单机功率最大 技术水平最高 各项性能指标最先进的机车 照片中呢是不同年代毛泽东号所使用的车型 机车的严格呢也能代表我们中国铁路的发展 毛泽东号机车诞生于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蒸容岁月 在新时代下 毛泽东号依然发光发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论时代怎样变迁 车型怎样更替 工作条件如何变化 毛泽东号机车坚持75年如一日 哪里需要去哪里 让机车始终奔驰在神州大地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葫蘭 杨栋葫蘭 杨栋葫蘭